兄弟们,出发了 前面这个是一个雪宾馆 昨天晚上我和兄弟们在这个礼堂县的这个宾馆里面住了一天 现在继续赶路 这里是礼堂县,海拔4300米 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河黎香 从这里过去,全程56公里,全部都是上坡 现在来到了礼堂县的西城门 然后这里就是抽空了 往前面再走165公里,就到了巴塘县 到了巴塘县,就到西藏了 但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呢,是到河黎香 发现的土坡树 不过这边的土坡树呢,它是鼻子的怕人 所以只能远远的观望了 哇,好多啊,那边又有一只 但是,这个地方是土坡树的乐园 它们是非常免该的一群动物 老远看到人,它们都会躲起来的 算了,不过去了 嘿,马鸟们,注意安全 好多啊,这个马鸟是它家 这里是31238,31238 一条大河,从小谷里流下来 轻受尽敌 到这个罗边休息一下 然后这里有很多的毛牛啊 正在这里是草的 我现在跟他们来个亲密互动一下 嗯,妈 它这个,一见到人就跑掉来了 很怕人 很怕人 我也摸到 就摸一下而已嘛 高个摸了一下,这是大的 它现在看着我 还别说,它不动了,我都不敢摸它了 来到无量河石地公园 听说这个地方有那个土坡树 而且还有喂食的那种啊,不怕人的 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然后这里有个关情台 从这个关情台往过去啊 这个四周全部都是雪山 但是只可以看到那个山顶 这个湿地公园,这个里面有很多的那个土坡树洞 但是那个土坡树 它不出来 我看树花能不能把它吸引出来 土坡树先生,土坡树 些老鼠 些土土 土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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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出来 现在我捞了三个饼干 我看能不能把它吸引出来 我现在吃一颗饼干 用那个声音把它吸引出来 然后有人一换 放那个灯口里面 土坡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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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有一个观望一下 等一下它们又跑掉了 那边有两只 哇塞 好大 现在是狗 现在我过去喂它们 我拿了两个饼干 希望怎么不会跑掉了 有一只跑掉了 有一只小的跑掉了 还有一只在那个地方 那一只不知道是不是看到我 还是什么 诶 怎么跑了 跑掉了 我过去看一下 它们高个就是跑到这里了 我们走到灯里面去了 出来了出来了 哇这么大 很怕游泳的 可可爱呀 可以摸吗 哈哈哈 等一下 我再慢慢度它 还有意思呢 它重来了 这个土坡树 它也是老鼠 所以说胆子非常小 刚刚好像也没吓它 突然之间 然后就跑回去了 然后堵在里面 不敢出来了 哎 好了 我们现在继续赶路啊 人一走 它们就出来了 好几只呢 我去 好重啊 班子上面发现一只死的 鱼鳌树啊 好重真的 你可以给它释放一下 很重 哦 它是被那个吹撞的吧 对啊 没有撞伤的痕迹 它这个是刚死不久 已经发阴了 还晕呢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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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一只 太可惜了 但是它身上没有伤呀 妈妈它们打架就嘴啃 因为被车撞的话 肯定直接 它这个上面好像是不懂是砸了一下 下一个有很大的那个使官因子 哎 走了 下午4点20分 我们在这个318国道边上 发现了一栋那个飞机楼啊 这里可以进去 然后这里有两栋这个飞机楼 我们看一下啊 看能不能今天晚上在这里 给弄烟呢 哇 这个 地板非常好呀 它是木制的地板 但是这里才好保了边上了 去到个里面看一下 这个里面已经非常好 进去看一下 我还有珠子 我看这几桶水 有点乱 这个里面有点乱啊 不错 还在这边烧过木材 反正我们不吃饭吧 因为没有米吃不了饭 旁边就有买饭了 那今天晚上在这里乐营吧 嗯 这个地方是一个温泉旅游服务站 这个地方是一个温泉旅游服务站 看这个房子非常老了 所以这个地方是倒闭了 罩棚已经倒好了 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的完美啊 然后这个冬青呢就是在这个里面 防草棚 小温呢就是在这一边 看一下他们打得怎么样了 啊脖子脖子 非常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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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